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带来了脱离了日系车的一个操控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同样三大件它和八代雅阁是一模一样的 2.4的AVTi的发动机 它的动力调校只比雅阁多了两匹马力 五速的手自一体的本田独有的平行轴的变速箱 整个动力总成非常稳定 像新节目我们说了 相比之下30万公里 这套动力总成没有任何问题 不用担心它坏 只要你正常维护保养 斯伯瑞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是非常运动的 斯伯瑞的标签有很多 我身边这台就是09款的Type S的版本 新车当时落地28万多 26万多的一个裸车指导价 这台车可以说是日系本田旗下最不保值的一款车 最不保值 大家想想思域是多么保值的一款车 斯伯瑞其实是非常不保值的 目前这辆车 我们排除了大事故 没有任何的事故 只有外观的一些寡蹭喷漆的一个修复 北京个人一手 目前只行驶了4万多公里 非常优秀的车况 底盘发动机变速箱 内饰 有点新车的味道 有点新车的意思 所以说这种车 剩下个多少钱 6左右 你能够买到一个非常精品的斯伯瑞 这台车的配置非常的高 要比我之前讲的那台八代的雅阁配置还要高很多 所以说我们也就不再赘述车况了 车头没有试过 车尾有一个小的 之前被小的一个追尾 它的后尾板是有一个小的一个轻微的变形的 但是不影响这辆车的整个的骨架 在这个公里数 这个车况下 其实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了 它的定位是一辆中级别的车型 一辆中级别的轿车 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很运动的风格 像这个我们看到后杠 双边单出的排气 然后Type S的标志 是一台运动的车型 它的优点缺点都同样的明显 动力明显要比雅阁开起来更顺畅 起步阶段更臭调教的 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 没有中级别车型的空间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咱们坐进车内看一下空间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